大家好,我是光熙 那么经过前两次课 我们介绍了Jungle的模板 模板变量 以及过滤器 试图函数的使用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URL的配置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我们创建网站的时候 在Webosite文件夹下 有一个URLs.py文件 那么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 修改了一个URL值 通过这个URL的访问 那么会映射到我们 blog.views.indexed 这个试图函数 那么很明显 我们的网站不会只有这一个试图函数 那么我们会有多个试图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加几个映射 我们来测试一下 URL 假如我们有一个time的 试图函数 那么我们通过访问 blog.time 来映射到blog.views.time的这个试图函数 好 然后打开我们的views文件 修改我们的views里面的代码 我们新增加一个time的这个试图函数 同样接收参数是request t等云 靠下来 loader.gettemplate 我们叫一个time.html的模板 同样 c等于content 我们返回一个当前的日期 好 然后return http response t.min.c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定义了一个time的试图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定义一下time.html的新模板 复制一下time.html 我们把这个修改一下 直接输出 today is 年月日 好 保存 好 这个时候打开我们浏览器 测试一下 访问index的时候 出来的是 以前我们的这个页面 访问time的时候 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模板页面 好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urils.py文件 那么如果说 我有很多个这种uril的话 那么我们会注意到 每一个uril我们都会写一个blog.views 那么一旦修改起来 那么这很多个的urils都要修改这个东西 那么就非常的麻烦 那么 jango的这块 因为我们考虑到了 我们把这块 提到这里来 叫blog.views 提到它的第一个参数里面来 那么 指定 它的views文件 那么 后面这个参数 我们只用写 它的 试图处处理函数就可以了 那么就不用在 每一个都在写它的这个views文件了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index 好 没有问题 好 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就实现了一个我们的重构 在修改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一旦这个 我们的uril多起来之后 那么我们希望有一种更加清晰的方式 来管理我们的这个uril 那么同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用成分离的一种方式 复制一下 删掉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将它 分离的来写 以便于我们的管理 这样会看 看起来更加的清晰 注意 这里的urilpartner 要写一个加号 好 保存 我们测试一下 好 index 没有问题 看time 好 也没有问题 那么这样 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 这个配置看起来更加的简洁 更加的明了 那我们再更进一步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uril的配置 提取出来 放到另外的文件夹下面 比如说 我们把它放到blog文件夹下面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blog文件下面 新建一个urils.py 好 修改一下里面的内容 去掉我们的blog的前缀 好 再修改一下我们weboset里面的这个urils的py文件 一旦反问我们的blog 那么我们就要定向到include blog.urils的文件下面 好 测试一下 好 indexed没问题 time没问题 好 那么 这种方式 单独于文件的方式 那么更适合于 你的一个工程下 有多个站点 那么每个站点 维护自己的urils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就显得非常的简洁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讲解的这个uril配置 那么都是静态的 没有任何传值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讲 如何通过这个uril来进行传值 那么这一块是它的正哲表达式 那么这就是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通过这个正哲表达式来进行一个传值 那通过uril传值呢 一般来说分为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比如说 3w.blog.com 问号id等于123 并且name等于abc 那么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通过uril用斜杠的方式来区分 比如说3w.blog.com 斜杠123 斜杠abc 那么它通过斜杠的方式 将这个uril分成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表示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部分表示第二个参数 那么这两个传值的方式呢 都各有优缺点 第一种参数的方式 就是可以直观地看到你的参数的名字 第二个方式呢 会更加的简洁美观 更便于记忆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 在jungle里面 如何处理这两种传值的方式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我们以这个time为例子 假如说我们要访问blog time 将id的这个123传过来 那我们将个的后台 是如何获取到这个id等于123的这个值的呢 在第一种方式下 我们的这个uril是可以不用修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 view 的py这个文件 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time的 这个视图函数 好 我们定一个id的变量 id等于request 里面就是我们传过来这个id的这个参数名字 和刚才那里定义的这个id一定要一一对应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一个输出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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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time.html文件 对它进行一个输出处理 id id 这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 id等于123 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id就输出了123 那么再修改一下abc 那么输出就是id以及abc 那么这里这个id变量可以随便取 比如说换个名字叫pe id 那么也是可以的 测试一下abcd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变量名字可以随便取 修改回来 好 那么我们要接受第二个变量呢 那么同样 假如说 传一个name管 进行去输出 好 那么id等于123 并且 name等于abc 好 修改一下我们的 模板文件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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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抓新下页面 好 这样我们的两个参数都已经接收到 进行了一次输出 这就是我们用jungle 接收第一种URL传值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种传值方式 我们的第二种传值方式是time 假如说第一个是id123 第二个是name abc 这种方式我们该如何去接收它的传过来的值呢 好 我们首先先定一个 URL 那么 叫fo 对应的四图函数 是fo 这个时候我们 URL的第一部分 接收一个 数字 第四 第四 那么 表示 接收 四个 数字 好 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 对应的 对应的四图函数 对应的四图函数 第一 第一 输出 好 我们测试一下 那么blog fo 34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id为1234输出了 那么如果我输入123呢 好 它会告诉你page not found 因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在刚才定义这个正则表达时的时候 已经说明了要接收四个数字 那么 五个数字行不行呢 那五个数字也是page not found 404 所以说这里已经规定了 必须是四个 好 那么我们先开如何接收这个name参数呢 好 同样我们修改一下我们这个URL的正则表达是 写个w加 那么这个w加什么意思呢 w加的意思就是 接收至少一个 我们的字母或者数字 好 那我们再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 view.p1文件 这里我们就需要再传入一个参数p2 这name输出出来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么输出a b c d 那么我们的name第二个参数就输出出来了 好1.3 那么w加是包含了字母和数字的 那么刚才这里的p1p2呢 都是可以随意命名的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id和name 那也是可以的 好测试一下 4321 dcba 那么这个 这里的 这个参数名啊 是可以任意命名的 那么 这种传值的方式 还有一种写法 那么 这种写法呢 就是要规定我们传入的变量的名字 那我们再 来测试一下 新建一个 bar的l 那么对应 试图函数 bar 括号里面 问号 大写的p 就是尖括号 尖括号里面就是你要规定的参数的名字 比如说叫id 在里面 叫name 好 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wills的py文件 新定义一个 bar的这个试图函数 那么接收pe d pr 好 这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 blog bar 四升二一 abcd 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报错了 告诉你 bar 这个试图函数 需要接收一个叫做id的 参数 所以说 这种写法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 遵守这里面的配置 规定了这个参数名字叫id 这个参数名字叫name 那么我们在 vills的这个试图函数里面 也必须 用这样的名字 我们把它改成id name 好我们再测试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正常的输出了 那么这两种写法呢 都各自有自己的优缺点 那么第一种写法呢 这个url看起来 配置看起来会更加简洁一点 那这第二种写法呢 能够让大家很清晰的知道 第一个参数是需要的什么 第二个参数是需要的什么 至于大家选择哪一种写法呢 这个就要由大家在实际的项目中 自己去思考 好今天关于url的配置 我们就讲到这里 url的配置在jungle里面 是属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希望大家下来以后多加练习 并且去熟悉一下 关于正者表达式的语法 这对url的配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